现在是星期五 正在下雨 看一下下雨 那因为下个礼拜一 我要去法院开庭 要请别的老师上 所以我一定要先录制好 那先讲一下上礼拜089是下载公开资讯观测站的公司基本资料 就是要做这些 做签证会计师事务所跟产业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是继续做 我们做一样要从公开资讯观测站 那上一次是基本资料 这一次是要去下载损益表 当然我已经下载整理好了 就是说你在089最下面这边 你有看到一般产业损益表 你点进去 然后按下右上角 右上角那个一个箭头 然后直接用Excel打开来 打开来的话 我上面已经把他档名叫做109 一般产业损益表 打开来 直接用Excel打开来 这是我的电脑 我用OBIS365 同学在电算中心可能是用OBIS2016 所以第一步 那我们还是一样分割 养生习惯 因为我用的资料 我不是用交割书在那边ABCDEFG 我直接就是拿真实资料 所以那个资料当然就会比较大 好像这个总共有900多币 那把它分割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就是要看到这整个 这个叫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可以转换成资料表 那我们要就是把它 让那个跳到最下面一列看看 所以它方法的话就是按住Ctrl键 然后按那个往下箭头 往下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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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的意思就是直接跳过去 然后往下箭头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到底有多少笔 你就是滑鼠 按一下 几号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按下去 所以最后一个是叫做世纪钢 这家公司代号是9958 9958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移一下 就是在第912列 912列 接下来我们跳到第一列 我们就是一样按住列号 就是列Excel的列是1234567894 这边是ABCDEFG 如果说你要插入一栏的话 你就是按出那 比如说你要从A栏插入 你就按A栏 然后点A栏 然后按右键 那你要插入一列的话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点1 然后插入 再插入一次 一定要插入两列 为什么 因为一个范围旁边不能有黏着东西 黏着东西就会不干净 那不干净 所以我们先一样 A1那边打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截图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 很多同学很投机 我投机坦白说我非常生气 为什么 你问一下你就可以自己做了 你为什么要浪费你的人生 做那个东西就是几分钟而已啊 你在那边发呆发呆干嘛 你每天就是老一岁 搞不好你们今天 你们能不能活到明天都不知道 人就是这样 或者说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家人能不能活到朋友 都不知道 今天就是过一分钟就把握一分钟 接下来你画面上看到就是公开资讯观测站 我们按基本资料 然后财务报表 这每个人都要去点进去 我们要做一个截图 然后那个年度就写109 109去年 因为今年是发布去年 今年110年是发布去年的年报 然后那时间第几季是第四季 第四季的话就是年报 那你按一下那个第四季 然后那就按查询 然后首先把这个证券交易法 第36条的规定 全部复制 复制 要贴到部落格 因为这个是证券业务员会考的范围 在台湾你念财经这个就是常识 你有做股票投资 你也是常识 那季报是在45天内发布 年报的话是在30天内 不是30天 三个月内发布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写这个单元的部落格 这个单元部落格 我现在用精一柄做示范 然后按部落格 每个人都要写要按部落格 部落格 然后新增加文章 新增加文章 文章标题的话就是你要写公开资讯观测站 还有损益表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百分比 这个命令 我们这个单元就是做到这边 然后我们就是按那个新增加文章 我再讲一次 公开资讯观测站 损益表 百分比 中间都空一个 我打一个斗电 这个都是方便 那个云端记录 记录说 这里有这个网页 呈现了公开资讯观测站 损益表 还有百分比 百分比的话 顺利点打上英文 叫做percent rank 叫做百分比 percent rank 就上面我写的 最好当然还有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比如说上面写某某某 然后公开资讯观测站 然后损益表 然后百分比 然后我们要做分组 然后进行枢纽分析 好 现在就是贴上刚刚我们贴到的那个资料 就是第一季 比如说第一季五月十五 五月十四 那我们顺便就是写一下 当然这个是讲一般产 就是第一点就是一般产业 我打上去给同学看一看 那同学呢也就打上去 就是季报 季报是在那个四十五天内发布 然后我写完这个同学 你也要去就是网路上搜寻一下 就是证券交易把第36条 直接把原始的条文贴上来 直接把原始条文贴上来 你就知道了 那年报的话那是在三个月内发布 当然我教书都是不买课本的 为什么 因为课本自己写啊 就是写在部落格啊 然后因为课本的内容也是在网路上找啊 为什么要这么被动的 要用别人整理的东西 我可以自己整理啊 现在就切换到HTML模式 那我还是一样维持习惯 一个单元就要用一个标题啊 我们这边就写一个那个大标题啊 大标题就是用H1 H1然后呢 你的标题内容 然后呢 标题结束的话还是一样 要有一个斜线 然后呢 打完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要截图 截图跟上一个单元一样 背景是公开资讯观测站 背景是公开资讯观测站 上面的话呢 就是Excel Excel 就是我们整理的 就是下载的资料啦 那同学你也可以自己去下载 然后刚刚那个就是查询 查询完之后 你就是按下下载CSB档案 可是因为它那个档案的栏位太多 所以呢 我是先把它整理好之后 我放在那个云端位置 让同学下载 因为那个呢 比较精简啦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写第二个 第二个标题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就发布了 发布了之后 然后按查看 我们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结果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做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 准备截图 截这个公开资讯观测站的图 同时呢 把那个Excel 把Excel就是叫出来 顺便上面讲一下 那个你刚刚那个损益表 公开资讯观测站分是分成三大类 三大类 第一类是金控 第二类是证券公司 第三类的话呢 就是一般产业 所谓的一般产业 就是从那个水泥开始 水泥食品硕计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两个都叫出来 我们就是截一个图 上面这个叫一般产业 画面上写的台泥 亚泥 嘉泥 环泥 幸福 幸大 东泥 未权 未亡 这边就截图 我们就稍微移一下 然后名字一定要截到 然后那个常用那边 我应该要按两次 好 那个截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范围转换成资料表 你就是按资料 然后从表格 从表格 然后他就会去侦测 那我就把他拉出来 就是建立表格 你也可以按Ctrl T 按Ctrl T 也是建立表格 可是那滑鼠一定要放在那个范围里面 那上礼拜胡永杰 他在那边建立表格 结果呢 没有 就只有一个储存的格而已 因为他因为他把那个滑鼠 滑鼠的隔壁 停留在A1 所以就没有 好了 那接下来就直接取消 对不起 我这边是使用365 你们用2016一定要点 一定要点 只建立连结 一定要点 那如果2019 2019跟365 他是已经预设就是只建立连结 所以我刚才可以直接按取消 可是你们用2016的话一定要点 我再强调好一次 一定要点 点下只建立连结 只建立连结 然后呢 就出现了资料表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截图一下 截图截到那个卫权好了 就是那个1201卫权 代号1201 好 那我们把那个截图工具在附属应用程式 因为这次我早上看YouTube截了 当初没看到 大家刚刚没看到 然后呢 现在就截 截这个当范图 截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那个存起来 然后就是证明 你就是有做这些步骤 然后另存心档 我直接就是 档案名称就写1 1 然后那个存档 我存在那个图片好了 然后存档 好 那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就来处理Excel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Excel的内 把那个损益表的内容来分组 我们上次是做 我们上次分 因为我要做枢纽分析 就是分组就列 有没有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那上次枢纽分析的话 我们是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第二家会计师事务所 第三家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呢 蓝的话呢 是那个产业 不同的产业 水泥 食品 电子 那现在就是说 麻烦在这边损益表 损益表的东西呢 它都是数值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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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的话呢 我们也要分组 怎么分组 我们用 给它就是分组 用叫做百分比来分组 所以第一个叫做EPS百分比 第二个是那个营业收入百分比 百分比是 这个一定要 百分比的意思就是 你们考试也有啦 它叫PR 对PR PR就是百分比的意思 PR P是percent R是rank 我上面已经写了percent 所以它的命令 就是percent rank percent rank命令呢 然后呢 接下来你要输入 第一个是范围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数值 好 我们就打了等于percent 我应该把那个格标移走 移到最上面 最上面是7吗 是7 我们重新再打一次 对 在那个这边O O这一栏打 percent rank 然后左括号 然后呢 输入范围 范围的话是n4 一直到那个n900多 你就是按往下 在这边就是到914 那你按了之后呢 它马上就会发现说 这它会给它一个名称 就是那个中瓜号 中瓜号基本美股英语 都有同学看到的吧 反正就接下来 我上课就不特别讲 然后一直用一直用 用久了你就知道 中瓜号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个范围的名称 然后那个名称前面如果再加一个小老鼠呢 不是 就不是范围的 而是那一格而已 对应的那一格 所以那个 我们就 我再打一次 就percent rank percent rank 然后点那个O4 好 点那个O4 然后呢 按住shift的键 按住shift的键 然后点那个O914 然后就形成范围 然后那加上斗号 然后那滑数点 好 好了 那就形成了 就是那个EPS 百分比跟营业收入百分比 都形成了 刚刚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可是同学你就是 画面一定要把它停下来 看清楚 然后接下来把它的格式 用常用 把它转成百分比 好 上面就是看到这样子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 我们写文字 写一下结论 结论 这个 这下午几点 刚好打钟 现在是今天 星期三 下午2点10分 现在就是 我们就结论一下 我们这边告诉大家下载来源 然后呢 使用这个percent rank percent rank叫做百分比 百分比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百分比是0 代表你是在最下面 如果百分比是1 就是1的话就是100% 代表你是最上面 那如果你算出来的百分比呢 是60 60代表什么东西 60就是说 比你低的比你低的数字 总共有60% 就是你赢过百分之60的人 如果你的财富是百分比是60 代表说有没有 有百分之60的人比你穷 有百分之40的人比你富有 那如果就是60百分比 我在上面就写的这样子 就是代表输给你的人 有百分之60 percent rank 那这边是90单元 我们做到这边 91单元的话呢 我们还是一样 来练习这个枢纽分析 所以我先预告一下 在下一个单元呢 我们再增加两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就是EPS 我们把EPS分成10组 然后呢 营业收入也分成10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EPS的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 营业收入是什么意思 营业收入的话就是说 你生意做的越大 你的获利就越好吗 我们来看 看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 好 那我现在就先把这两个栏位 那写上去 等一下 先排序一下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EPS最高的公司是哪些公司 当然如果你有一点注意 公司动态你自己知道 EPS的公司当然就是股调最高的公司 是大力光的 那不管怎样 我们先排序一下 没错 画面上你看到的 有没有 就是EPS最高的公司 就是第一名当然就是大力光 等等等等 我们先把这10家公司 有没有把它 把它变粗体好了 就是第二什么翔硕 第三是华硕 第四个的话就是系列 还有博确 当然再排下一个 我记得好像是联巴科吧 然后EPS百分比 从大到小 大家就是上面上看到的 大力光 然后维影 然后翔硕 然后华硕 然后细力 KAY 然后达星 然后可乘 然后国聚 然后玉金光 然后加者 再下来就是联巴科 同学一定要记住 我的资料全部都是在公开资讯观测站 下载的公开资讯 全部都是最新的资讯 可是我放在网路硬碟 让你们下载 是要节省你去整理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本课还是主要是在讲电脑利用的一些技巧与知识 顺便讲一下 最后结束之前再讲一下 percent rank 输入的范围 第一个输入的参数 第一个是要比较的范围 第二个是拿来比较的数字 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都用滑鼠点 所以拜托你同学 你一定每个人都要操作 有一天就算你不用 有一天别人需要的时候你要教他 这才是学习的目的 那刚刚一样 我们把那个加上一个把它转成 就是enter旁边有没有 加上单引号 我们把它抠到上面去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让你的指令一目了然 我说过这个是资讯素养 最后呢 我们预告一下 下一次下一个单元 我们要做这个EPS要分成十柱 然后营业收入也要十柱 然后呢 我们来 然后要画图看他们的关系 好 这个单元就在这边结束了 现在是下午2点10分 15分了